哈囉大家好,我是DotaKnowledge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些波動的題目 這些題目大部分都是波函數 那這些題目並不是我會整的 會整的人是嘉義高中的周太清老師 所以這些有些credit要給他 首先,第一題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題目 他說一個橫波沿著一個弦線 行進的方程式是這一個 單位用c.js 只要他問的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波的行進方向、頻率還有波數 然後他後面還有問最大振動速度 還有最大加速度的問題 好,這種題目呢,你要先知道 一個波的波函數 可以用這條式子來表達 y等於a,a是正的幅,乘以sin或是cos 然後裡面呢,你要放kx間ωt 這個是一個向正x行進的波 我們發現這個k是正2 但是ω卻是負的600 所以這代表了什麼事 這代表這個波其實是向負x行進的 如果它是向正x行進 那k和ω都會大於0 好,那求頻率和波數就不會很難了 頻率的話呢,可以直接從我們得到的ω求出來 就是這一個 那波數的話,有一個很重要的公式 叫做v等於ω除以k 所以我們算出來答案是300 這個也不會很難 只是這個公式很重要而已 然後呢,弦上指點的最大振動速度 你就把它當作是解邪運動 v等於rω 正乎你有了,ω你也有 所以速度就算得出來 加速度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的,這一題就像這樣子 第五題呢,它直接跟我們說 這是一個沿正x方向行進的波 它直接給了我們波數,也就是k 那你要知道k的定義是2π除以波長 接下來它給了我們周期 從周期就可以算出角頻率 然後正乎3公分 有了這些東西 我們就可以湊出我們的波函數 也就是第一題要問的東西 好的,接下來呢 它要問t等於1秒 然後x在這個地方的振動速度 我們知道波有周期形對不對 這個波的波長呢 可以從k求出 就是從這裡 就可以直接導出 λ會是30分之π 所以在90分之31π 就會等價於在90分之1π的位置 所以它的相位角就是120度 那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直接算出 這個點的振動速度了 因為我們知道相位角是120度 只要把最大速度 rω乘上一個因子cosθ 就可以算出它的振動速率了 為什麼要用cosθ呢 因為我們一定知道它是sin或cos 那我們今天又知道 當你phi等於0的時候 題目有說 phi等於0的點有向上的速度 所以cos或是sin 你那個phi帶0的時候 這個函數出來要是1 所以我們就只能放cosθ 那加速度也是很類似的道理 一樣是把最大的加速度 乘以一個cos或是sin的因子 但是我們知道 在平衡點也就是phi等於0 一定不會有加速度 所以我們放sin而不是cos 這樣算出來呢 也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好的 接下來這一題呢 就更簡單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說頻率500赫的聲波 像速度是350公尺每秒 其實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 你看到像速度的時候 可能會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像速度 phase velocity 它就是 omega除以k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一個v 所以它就是我們熟悉的波數 你直接在 v等於flambda 就可以求出波長了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呢 因為有一個和它很類似的 叫做群數 group velocity 它的定義呢 是d omega除以dk 下面應該是k k就是剛剛講的波數 就是2pi除以lambda那個東西 好的 只是稍微提一下 這題還沒有用到這個 群數 所以我們就先不用理它 沒關係 好 這裡呢 第一個小題它要問 向腳差60度 這兩個點之間的最短距離 那差60度嘛 就是差六分之一個波 所以差的距離就是波長的六分之一 剛剛知道波長是十分之七了 所以現在就知道 差的距離是六十分之七 第二小題的話它是給了我們時間 要我們算向腳差 好 那給的時間呢 我們就要先求它的周期 已經知道它的頻率是五百赫了 所以周期就是五百分之一 也就是二乘以十的-三秒 現在它給我們的這個時間 似乎是周期的一半 所以我們的向腳差就是 360度的一半 就是180度